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一期的地球Online 我是Sam CLD-19 新槍奇美拉全新上線 欸我吵了已經一個月了 大家皮膚應該都刷完了 那作為一個硬核玩家 出了新槍肯定就想要對照對照 它在地球Online裡面到底是哪一把對吧 好多人說是秘荷 也有人說是槍衛射 正好我手邊兩把都有 就給大家好好盤一盤 這奇美拉到底是什麼來頭 首先說說秘荷 秘荷是由AAC先進武器公司 設計的短管突擊步槍 以AR15為基礎開發 秘荷發射的彈藥 也是AAC研發的300BOK 300吸燈彈 300BOK壓音速彈效應效果好 超音速彈在短槍管近距離時 傷害表現也比5.56等的小口徑彈藥 非常適合作為短途的彈藥 詳細就不多說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之後我們坐一起再聊聊 總之呢 上面提到的以AR15為基礎開發 大家都知道AR15就是大人的樂高 槍管護目槍托啥的都可以換 但是其中一個明顯的特徵 就是後面的那根棒棒 AR15的槍機要能夠正常預作 又一定需要後面這根附近黃 所以除非特別改裝 不然是沒有辦法折疊槍托 去掉槍托就只能夠拉一發打一發了 好了 再來說說響尾蛇 響尾蛇是4X MCX槍族 得一個分支 MCX Rattler 5.5吋長的槍管 配上特地設計的短槍身 由於槍機都在上機箱內 所以不用後面的附近黃 槍托可以折疊 折疊後總長只有38公分 橫向對比一下 AK74U是49公分 9A91則是38.3公分 是現今世界上最短的突擊步槍之一 使用的一樣是300倍OK彈藥 另外也有5.56彈藥的版本 據說是受軍方要求 作為行動閃光彈發射器使用 也有家常護目的版本叫做Cain Break 啊...甘蔗是嗎? 總之呢 香味蛇也在2022年 正式被美軍特種司令部指定為 新一代PDW RSAR 第一特徵突擊步槍 可能用在特種作戰等等 需要隱蔽持槍的場合 之前做過一集專門的要香味蛇的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 總而言之 兩把槍打的都是300席燈彈 所以不是打300席燈彈 都叫做秘幻 那要怎麼樣分辨秘幻跟香味蛇呢? 秘幻是不如類 是有代把的 香味蛇是蛇也是沒代把的 就是這麼簡單 學會嗎? 好啦那說回到COD裡面的希美拉 首先用我們剛剛提到的方式來判斷 沒有代把那肯定就是香味蛇 非也非也 香味蛇的護目因為活塞系統的關係會比較粗 希美拉前面用的卻是細細的蜜幻護目 上機下也完全沒有MCX的出狀感 大小確實是蜜幻的感覺 所以說到底 希美拉真的就是希美拉了 把蜜幻強行跟香味蛇融合 這種技術力量 IW進攻 小弟佩服佩服 要是在地球上來上線 我肯定支持 好啦本期內容就到這邊 大家喜歡蜜幻還是香味蛇呢?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喜歡本期內容 不要忘了訂閱關於點贊 一鍵三連 我是Sam 我們下期見 打財 im 一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